小伙伴们注意看 在弹仔岛广场中间出现了一堆诡异的篝火 玩家弹仔靠近他用举起键 把燃烧的篝火中的火把木棒是拿不起来的 但是弹仔的举起键能拿起路边 没有燃烧着的篝火木棒的 点击举起是能直接把它举在头顶的 那么弹仔岛官方 为什么不让我们把燃烧的篝火中的火把木棒拿起来玩耍 小伙伴们 你们难道不好奇 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吗 众所周知 在弹仔岛的广场中间出现了一堆熊熊燃烧的诡异篝火 如果你也见过这堆篝火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这堆篝火 它的破坏力极强 扔进路边的木棒 它就毁然生成出火焰龙卷风 当弹仔靠近火焰龙卷风时 弹仔就会着火 你表情包中的第一个 就是此时被烧着的弹仔的心情 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那么弹仔官方为什么不让我们玩家弹仔 把广场中心燃烧的篝火中的火把木棒 爆起来 在弹仔岛中玩耍呢 今天我和学姐找到了原因 那是因为 在弹仔岛的广场 两侧有非常多华丽的建筑物 这些建筑物都是易燃烧的 而篝火中的火把 如果让弹仔拿起来玩耍 弹仔势必会在弹仔岛丢的到处都是这样 就会引发弹仔岛的大火 所以官方大大不让我们玩家弹仔 把燃烧的篝火中的火把木棒 爆起来玩耍的原因 就是为了保护美丽的弹仔岛 不让它燃烧起熊熊烈火 陷入火灾的噩梦中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